開始了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個地方 是不是變紅色的 萬一如果你有需要停止的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 暫停跟停 都可以 好 我現在利用這個時間 我跟老師介紹一下 最近Google 今年有推一個新的服務 叫做知識圖圖 老師有注意到嗎 知識圖圖 因為平常我們在搜尋的時候 都怎麼搜尋 就是關鍵字下去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關鍵字下去就好了 可是呢 現在 搜尋群要把它變得怎麼樣 聰明一點 好 我們這樣一找 平常我們都找哪裡 都找左手邊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您可以發現 現在 右手邊 真的會不一樣 以前這個地方大概就是 會把定的 另外的搜尋群 搜尋群的大概列在這邊 現在呢 他把這邊做整理歸納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兩年前應該 搜尋群版的就有了 但是中文版的一下沒出來 因為這個部分他需要人工去整理 人工整理 所以沒辦法那麼快 那麼在 台灣的話 當然這個也還在陸續建置中 可是你會發現 平常我們找 沒有錯 這裡可以找到 應該 多數你要找的資料 可是一般 如果我們在用這個 所謂的百科全書 我們就知道 你要找的 人事時地物 這些東西 他都是先幫你做一個 基本的整理了 沒有了基本概念之後 再來找是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他的概念就像 希望讓搜尋群更聰明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找我們學校 除了學校的基本介紹 成立時間 甚至還有誰在找相關的 都找到了 那我們學校說真的相關的 還沒有很多啦 因為這個 任何關鍵是不一樣的 所以 如果你找的是這個 可能就會比較多一點 也沒有 他還沒整理進去 那就算了 你看右手邊沒有 好吧 那我們就只好 找這個啦 嘿嘿 這個一定會有的 好 這樣就是找到了 重點來了 其實很多人就看到這邊 然後就 左邊又繼續下去了 可是 你看下面有沒有跟他相關的 Hotter這裡還有超連結 很多人都沒有按這裡 比如說 這個陳其真點一下 你看上面有沒有不一樣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點這邊 也就是說 其實他要讓他變得更聰明 有一個就是 讓他可以盡量不要換頁就會找到相關 你要找到資料 所以當我點了陳其真之後 這裡有沒有都變成他的資料了 這樣子就變得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看起來就像在同一個頁面裡面一樣 直接去做分換 好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稱作所謂的 知識 這是 Google在今年 台灣 就是管理中文 已經有推出來的 只是資料 他還要慢慢陸續建立去 所以也許就像我們剛剛看到 有些可能還沒有出來這樣子 好 這段如果錄完了 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按什麼 頂著 噴天